伏 這個寶蓋頭 不是寶蓋頭 橫畫跟塑畫寫得都很短 這裡輕輕瘦瘦 因為剛才上一個字康 他寫得很重 這裡就寫得瘦一點 開始又加出了 大家開始加出的時候 就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要寫得很粗 這個差距啊 不是兩倍三倍 而是 五倍十倍 這邊跟這邊的差距是五倍到十倍 不是一倍兩倍 從上面這個山寫得很短 這靠得很近 拉過去以後 他的寫法很可愛 一個點 刷過去 逆回來變瘦 又變瘦 抽一點尖回來 這個是為了順勢滑過來 但這裡馬上又變重 滑過來 又變重 然後塑畫 粗但是很短 點呢很可愛 就感覺是豎起來點的 比較中鋒 細細 橫畫 細的 這一點不是橫 不過他就寫得像橫 細細瘦瘦 側峰點一下 等一下 好 細 短的 比較稍微粗一點 然後開始長的 細一點 然後帶下來要有這些 硬帶細的 帶過來細弱油絲 但是又強健 不要把它細弱油絲 細的虛弱 好帶起來 邊邊細細細細 好這裡開始發痕了 帶過來用力 重按摺下來 然後再把它封下來 然後再把它封下來以後 稍微稍微收尖 關 前面這兩個是豎起來寫的 點 點 有釘進去的效果 它的細點 感覺是有釘進去的效果 然後 塑畫呢 用力重按 輕重 緩急 它做得非常的明顯 所以它節奏感非常強大 寫這種字 感覺像搖滾樂 不是那種輕柔的 而是搖滾樂 所以古代傳統書老家 不會喜歡這種 這種形式的啦 是那種以前宋朝的對手 經朝也就很喜歡這種文字 還有日本也喜歡這種文字 還有日本也喜歡這種文字 哨 哨 挑 撇 都瘦的 滑下來以後 它的招牌動作 它的口都喜歡這樣滑著寫 然後耳朵旁是怎麼寫 我都覺得很奇怪的耳朵旁 看起來有寫跟沒寫一樣 有折跟沒折一樣 不過它就是這樣子 你就寫一樣好了 哨 哨 看起來還是有點斜 明 短的 但是重的 然後中間是輕的 輕的 但是有彈性的 這也是輕的 這時候線條質感就很重要了 輕 但是要有彈性 重 但是要不遲滯 點 迷迷是橫畫 不過它都喜歡跟它寫成點 重 刷洞 這種感覺 刷洞 其實極盡側峰 但是它側峰又有點逆勢 所以看起來不是偏峰 很多人都把側峰當成偏峰 側峰跟偏峰不一樣 偏的是軟的 側峰是強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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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